第二輪資格賽準備好 請看第一個提示 繞著美女飛 好快喔 來 再兩位 答案是 蒼蠅 蒼蠅不是都繞得便便嗎 可是就是很多人這樣講 就是說你身邊有多蒼蠅 對 這邊好多蒼蠅喔 就你身很漂亮 蒼蠅 答對了嗎 答對了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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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我們進行張雅薇的 酒運哥攻略賽 張雅薇同學 新大學公共關係 既廣告學習畢業 而且剛畢業 對 今年六月 今年六月 就是大概兩個月前 曾經是世新家族籃球隊的 球隊經理 是大幾的世新 大二的時候 那等於就是世新的赤木 情子 對 情子本人 就在這兒 情子本人 你不能只打三題 這樣的話 你沒有超越他就殉掉了 壓力好大 好不好 我努力盡量 徐若瑄的表現今天很好 加油雨薇 謝謝若瑄 請公布他的第一套題目 來 MV失戀感 這是你拍過的 原子邦尼的歌曲 也剛好聽說也失戀沒多久 對 那個時候拍攝的時候 剛好失戀了 所以之前的事情 之前的事情 前年 對 去年也有失戀啦 對 每一年都在戀愛 你跟他有失戀一樣 沒有... 好好喔 來 韓國人搭訕話 據韓國聽說 三天就被搭訕五次 對 求職大禁忌 今年剛畢業 就要步入職場了 烘焙實驗材料 你會做烘焙 對 喜歡做一些布朗尼亞 或是波爵餅乾一些 提拉米蘇風險 喜歡吃甜食和蛋糕 再來 新加坡小新說 兩年前去過 很好玩 印象深刻 金錢正後尋 你會痛 很痛 才藝學跳舞 你會跳 喜歡跳舞 從哪裡開始 走到哪兒 聊到哪兒 走到哪兒 聊到哪兒 那求職好了 因為 好現在這個階段 想當演員的他 會碰到什麼題目 來 記住題 根據求職網站調查 界對於新鮮人的求職履歷 最不能夠接受的是什麼問題 A 字界隨便寫 B 基本資歷不全 C 應徵的職位美感 我的答案是 B B嗎 B 確定 確定 請索麗 妳為什麼覺得B告人 因為 我覺得至少 就是資歷雖然大家 都是新鮮人會 比較少 但是妳至少要 掰出一些東西來 也不能說妳就是 妳來然後妳就空著 我覺得不太好吧 像是那個 就是傳播科系 現在會很要求一些 可能妳要會AI 妳要會PS 妳要會PR 可是他可能需要的職位 就已經要這個能力 但是妳都沒有表示 他就不知道能不能讓妳 妳完全不表達妳會什麼 妳能做什麼 對 他可能有一定的 基本條件是這一些 這男生我多問一下 男生怕今天出來 來 郭伯傑 我覺得C耶 因為 我覺得求職 主管看的應該是 細心的程度 然後妳連妳求職的職 職稱職位都敢寫錯 那就等於妳對這個工作不重視 那我幹嘛要陸續妳 來 許丹 但是我覺得如果選A的話 也不會不行 因為字件隨便寫 就是感覺這個人太隨便了 妳對自己都不介紹清楚一點 妳不希望我認識妳嗎 對不對 感覺上 我是想說如果我是真人的話 那因為新線本來有時候 很多就很ㄎㄧㄤ 所以可能字件隨便寫或什麼 就也是有點意料之中 但是我覺得例如說 如果今天真的是祕書 然後你的履歷上面寫 你希望 你希望找個行政的工作 那我覺得你沒有給我 基本尊重 我應該會先刪掉 對 我覺得這題 我第一個槓掉就是B 但是我很多朋友會說就是 我們出來就是沒有任何的基本 所以他們就直接不寫 可是我就覺得 我會連那種 可能我高中參加社團 辦過活動這種事情 我都硬把它塞上去 就是你要至少有點誠意 不要說我就是來 不知道 可是我就是沒有 我就是一張白紙的 然後來這邊接受訓練 我就是白紙 我就是白紙 那人家為什麼要付出這些資源 來讓你學習 對 好 我有一點點被你說服了 謝謝 切音揭曉 來 刺青來成 現在更精確的手法 是你來求職的時候 你準備的個人資料不全 所以這代表說 現在還有一個公版的格式 要你付照片 你連照片都沒有付 或是要你給多一成績 但是你也沒有給 那這樣子 我根本沒有辦法了解 你這個人究竟符不符合 我工作職缺的居要 所以因此 這樣的人 卻是主管最不會考慮的 不錯喔 隨便 第二題 金錢症候群 好 來 請處理 來 請問 若想緩解金錢症候群的不適感 可以多補充什麼來緩解呢 A 膠原蛋白 B 魚油 C 維生素B群 好題目 好題目 緩解金錢症候群的不適感 3分15秒 我的答案是 C 維生素B B群 請鎖定 所以為什麼不能夠 直接無風接軌的回答呢 這不是妳應該早就知道 還是妳剛剛在猶豫什麼呢 因為我不太清楚 魚油 我跟魚油比較不熟 但是我是先化掉A 膠原蛋白 我只有 因為我自己有吃過的 只有維生素B群 對 但是我是覺得因為我 驚痛的時候 也會伴隨一些很疲累的感覺 那B群它至少可以讓你的 精神跟整個人的狀態 比較沒有那麼疲累 B群請揭曉 恭喜小燕 女生不僅月經來頭的時候 會覺得疼痛 其實呢在月經前 一個禮拜左右 就會產生一些金錢症候群 包括生理上會覺得頭痛啊 或是胸部會比較腫痛 另外呢在這個心靈上 也會比較容易焦慮跟焦躁 這個時候呢其實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黃體素跟磁激素呢 它們分泌剛好 有在一些比較劇烈的改變 因此呢這個時候我們體內 比較缺少的就是維生素A 跟維生素B以及鈣和鎂 所以呢只要適度的補充 維生素B群 就能夠寒解你金錢的不適感 一萬在巷子口囉 韓國人搭訕 據路透社指出 妳在韓國其實 夜遇還很容易發生 真的滿多的 牽手看夜景 這個真的就是牽手 牽手看夜景 容不容易被搭訕 牽著都牽手了 那已經是搭訕之後 對啊 對不起 我們不要去誤賴人家 有沒有這個事情 有 容不容易 不容易吧 這個 那一次看夜景 我相信應該是很難忘的一次 很難忘喔 當然我們後面 就變朋友了 就真的 到現在都偶爾會聯絡 他結婚了 哇 買賣不成人意在 對吧 就是好朋友啦 我也有就是帶他去 就他有來台灣玩 然後帶他去 跟朋友一起去觀光這樣子 韓國人搭訕 來 謝謝主題 Z 泡麵 我的答案是泡麵 誰說的 你這個叫做不假思索 你知道嗎 對 因為我看過很多韓劇 或者是那個 就是有一些節目都有講過 是看過還是 看過韓劇裡面的橋段 你不能... 對不起 我太敏銳 我待會找出片段給你看 你不是敏銳 你的態度是尖銳 你吃過泡麵嗎 在台灣吃過 在家自己一個人吃 他就沒講他在韓國吃泡麵 你怎麼那麼聰明 他就傳到是在台灣吃的 世新來的 到底啊 聰明 泡麵 其實泡麵 你去看韓國人 拍過那個廣告嘛 有沒有 我沒看過 好驚悚 你嚇到學妹了啦 你... 有看過吧 各位 沒看過啊 沒有 往後面 你... 你敢在這邊背叛我 你完蛋了 你敢說你沒看過 有...看過類似的啦 這個創意也其實是有意的 什麼 他出賣我 所以你揭曉 好 其實韓國會有這樣的一個傳統 是來自於他們在2001年的時候 有部電影叫《春世》 因為男女主角 女主角就邀請男生來家裡 吃了一碗泡麵以後呢 他們就發生了很多 食酒禁的劇情 所以後來韓國人就習慣用 你要來我家吃個泡麵嗎 當作是要邀約他的一個代稱 但其實在各個國家都不太一樣喔 像在台灣呢 如果你想要對人家 發動性暗示的話 其實最常問的是 你要一起去泡溫泉嗎 因為... 因為感覺比較不那麼直接 但是又讓人可以 抓到那個意 那日本呢 更隱晦一點 日本會怎麼說 日本會說 你要來我家看貓嗎 就是你想要邀牠來家裡 但是又想要拿寵物 當成一個藉口 讓牠來家裡做作 所以日本人會說 你要來家裡看我的貓嗎 看我的狗嗎 那美國人怎麼說呢 美國人會說 就要忘記錄音樂 那代表說 來我家看個電影 然後我們一起放鬆一下 接下來要做什麼 你們就知道囉 第四題 來 妳在學什麼舞 流行舞蹈 爵士舞 那妳現場不是在跳個八拍看一下 現在嗎 妳自己可以 妳需要我給妳音樂嗎 有嗎 來 沒有音樂 來 這麼尷尬 心裡有音樂很重要喔 來 準備 開始 說來就 說來就 很韓國團體耶 台主團體 尷尬嗎 蠻尷尬的 你們覺得好不好 好 懂我意思嗎 謝謝大家 你要把表演這個視為必然 學到了 妳才會有一份真正的自信 很自在的 才藝學跳舞 請就定 這個也太難了吧 沒跳就不知道囉 CALL OUT 請求支援 在BATTLE的時候是不是 不服判決再次挑戰 更換舞風對戰 我的答案是 2分20秒 A 數定 妳是猜的嗎 妳看猶豫對不對 我有點猶豫A跟B 妳是A跟B喔 通常她會可能 妳一場來 我們兩個應該是要BATTLE 同一個東西 就比如說妳跳POPPING 我也跳POPPING 可是如果我現在突然說 我要換Jazz 那這樣子很難評比 所以CALL OUT 所以CALL OUT請救援 誰會POPPING LUCKING的這種 然後就跳出來這樣 是這個意思嗎 BATTLE是這樣嗎 妳有BATTLE過嗎 我有BATTLE過一兩次 所以妳覺得隊友這邊 是不是要CALL OUT 請就這樣 不行 該不會是C吧 正確答案其實是 不服判決要再次挑戰 在街舞的時候 兩個人對戰之後 如果你覺得裁判不公平 或者是剛剛的對手 有一些行徑 讓你覺得不服 我想要再次生疏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會CALL OUT 對手或CALL OUT裁判 不過這用語呢 最近已經比較少了 比較少在使用了啦 但基本上就是要要求 再次來BATTLE的意思 但是有空 沒有空手回家 送我禮物 希望妳喜歡 來 好 我們要送給江亞為的是 CALL OUT裏 加大版氣炸鍋澎湃煮 這本品牌氣炸鍋 有4.2公升 容量加大 從井油到烏油 烤炸 甚至做甜點 都不需要任何技巧 再搭配完整配件 讓你的料理可以更多元 希望妳喜歡 好多 我們家也有4個在